超 peril的 說到新北勢土城 你想到了什麼 除了這些新北勢土城 其實正在轉型 在房產界為新市場 也許我是錦底之蛙 不知道改變之大 但未來土城可能將一月變鳳凰 因為交通的改變將是關鍵 土城來講它現在最大的焦點 就是它的交通建設 因為坦白講現在土城 它有一個既有的黃金的板南線 然後還有未來一個萬大線 它因為土城的人口越來越多 交通為了便利嘛 那所以再加了一個 就是再新增了一個清水的交流道 它未來會從京城路跟明德路這邊 會去做一個出口 那去紓緩整個土城的交通 我們還有一個65的快速道路 然後加上後續的一個 清水交流道的一個延伸 就等於其實現在土城的交通 已經快要打通它的任督二脈 所以其實我覺得土城 基本上它的交通網絡這麼發達 可以通達到各個地方 過往土城的亞洲路 臨近土城工業區 同時是往返土城樹林 台65線上下閘道的要道 每逢上下班就是車流滿載 交通命脈被打通 專業的你是不是發現了一個重點 籌圈區往往告訴你是未來有交通規劃 但土城不同 是已經有一條捷運線 而且還是藍金規格線路 阪南線沿線的房子 基本上價格都很高 那當然我們在選擇房子的時候 地點最重要 交通也很重要 現在的客戶呢 選擇房子一定要有兩個要件 第一個就是捷運 再來就是重劃區 很多客人都會跟我們說 土城很像新版特區的一個感覺 但是我覺得差不多 但是價格差很多 藍線的貫穿 還帶出了一條未來當地人的期望 捷運藍線啊 其實在東邊是叫做南港 但是在西邊叫土城 那在東邊南港的房價 幾乎大概是80到100 可是在我們土城這一端 西端這邊 其實它的房價 它目前大概只有40到50之間 所以 對 對 所以它相對來講 這其實也是一個 埋在土城 其實是埋在一個起場點 新北市土城的交通 成了一大量點 但其實有研究的人都知道 土城其實有分區域性 其實土城分三大區 清水那邊一區 然後可能靠近工業區那邊一區 我們這邊確實是最精華 那大多的客人 都比較喜歡的這個中間那個區塊 那以我情浦封印這個個案來講 其實我的地段非常好 為什麼呢 第一個我走路到海山絕運站 我只要走550公尺就可以到了 走路大概6、7分鐘左右 慢慢散步就可以到 那再來我是新北高公學校第一排 我們常跟客人在聊天吧 我說今天喔 水岸第一排的房子 公園第一排 學校第一排的房子 它的價值性都非常好 有人潮就有前潮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的商場 是一些知名店家 逐一都已經搬住進來了 在日月光商場算是一個 相當指標性的地表 而除此之外 就連隱城都也來到了這邊 在未來 土城只會越來越多這樣的現象 我們這邊有隱城嘛 然後再來比如說 葬壽司都進來了 我也有家樂福 那重點就是說 我們還有一些成熟的一些 既有的一個生活的一個商圈 所以說其實 土城這個重畫區來講 它除了有公共建設進駐 周邊的生活經驗也都陸續的到位成形 所以說其實住在土城 我覺得應有盡有 給你交通也給你機能 然後我們還有醫療 然後當然重畫區最大特色 裡面公園很多 律覆率很高 交通與生活機能的雙力下 新北市土城低調默默轉型 但對眼尖的炒房客來說 這塊肥肉豈能放過 未來的土城 難道會淪為炒房下的犧牲品嗎 電電屋林大概有在20年以上的 佔了大概將近90% 所以也就是 我們在地的幻物族群 以前找不到新房子 這兩年來開始有新的 預售物跟新的物可以選 所以我們的幻物族群 其實相對的是多 因為幻物族群多 再加上交通上面也方便 所以我們其他自助客的比例 其實自助客的比例相對是更高 所以投資客其實反而是少 要結婚的比較年輕的族群 或者是說已經結婚的小朋友 想要搬出公婆家的一個族群 我們這邊比如說我們還有 比如說什麼Google總部等等 或者是長庚醫院的醫生 護士小姐 當然他們也會選擇來 想要來土城定居 所以其實我這邊的客人 幾乎九成以上都是自助需求的客人 那當然投資客比較多的個案 第一個你會遇到 比如說耳後的消價競爭 耳後呢 他比如說住戶 租客比較多的狀況 那因為我們這個個案 他算是一個精品的一個案子 所以說他戶數不多 重點說他的價格 也是相當相當的穩定 他有一個土城醫院 那他是有長庚BOT去經營的嘛 那在今年也都正式的啟動了 也都正式的營業 土城醫院可針對土城 樹林 三峽 英哥 這些民眾的就義需求 無疑對自助客 尤其老年人來說是一技強性徵 像很多重化區 它是體外新化出來的區塊 那土城他原本這裡是一個 算是暫緩發展的地區 可能是軍事上的限界 那解禁之後 他又在土城的正中心 所以他生活技能是很完整的 他無論往外走的海山 或是他的京城的商圈 都十分的便利 房產投資客千百種 真的要投資 他也會想辦法 最常見的是下注在這些起飛的區域 好比被看好的新北市土城 從這之中找尋小坪數的案件 好入手也好脫手 偏偏有些個案不玩這一套 我總共15樓 那我11樓以下 我是規劃23坪到36坪左右 那高樓層坪數就做大一點點 我高樓層的話 有42坪跟52坪的產品 那像現階段來講的話 其實我這個個案 其實它規劃或者結構 或其他諸如此類的建材等等 都絕對是現在土城的首選 對 因為其實坦白講 今天我們23坪可以做到2加1房 它的空間尺度都相當好 或許你會考慮小坪數 對於價格來說 也比較親民的房產規格 在我們的格局 在重畫區中還算是漂亮的 再加上我們的價格 其實是相對整個重畫區 比較親民的 那以京城路北側這邊 它的房價基本上已經要佔到45萬了 那我們的房價相當成交 大概在36至38萬 那大概都還有 差不多20%的這個空間 橋中永和 甚至新店 然後遠一點比如說內湖 大概都有 淡水也有 店央北 他們的房價 有上好一點的現象 大概要70多 但是我們這邊其實不會 我們但是這邊好一點 大概在50 所以大概45到50之間 所以我們這邊確實是 會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通常他們建商代銷的銷售期間 可能不見得很久 最後他們大概就會玩笑 西北市土城逐漸轉型 不論是交通或是商圈 甚至生活技能都逐一到位 而未來也是逐一的不斷在前進 對很多行家人來說 土城已經在變形 轉型當中 變成一個未來 可以期待居住的地方 土城將不再是土城 我是賴政凱 房市普拉斯 帶你了解房市大小事 我們下次見